9位民党立委穿上台湾棉夹克 不过拉下拉链 里面全都是被中国抵制的 Nike爱迪达上衣 用实际行动 力挺拒绝新疆民企业 我们现在穿的这件夹克 是百分之百台湾制的夹克 而这个衣服上面印有台湾 而夹克里面 待会我们脱掉这个夹克 里面穿的就是各个 所谓的被中国所抵制的 拒绝使用新疆棉的一些企业的衣服 它所代表的意义就是 我们穿的这件台湾的夹克 要来支持跟保护那些 受到中国抵制的 这些拒用新疆棉花的 新疆血汗棉的这些企业 事实上我们可以把关心 把自由民主 把人权穿在我们的身上 所以我们今天站出来 是要来声援 我们的自由民主以及人权 我们拒绝 像用新疆这样集中营式的 迫害人权方式的棉花 拒绝新疆集中营棉花 引发中国从上到下的抵制行动 加拿大总理杜鲁道 28号宣示捍卫 新疆人权 立刻遭到中国驻里约热内卢的 总领事李扬发管谴责 痛批杜鲁道是美国走狗败家子 破坏两国友好关系 这年先前在沈阳举办的 室内田径邀请赛 出赛选手也纷纷用胶带 遮住赞助商的logo 球鞋商标 选手急着表态中国体坛却静悄悄 悄悄不敢得罪NIKE这个最大的赞助商 因为Nike和中超中国足鞋蓝鞋都签下十年合约 就怕贸然解决自己也重伤 我们看到中国迫害新疆人权这件事情 真的惹怒了全世界 包括这个欧美国家 加拿大在内 英国还有欧盟等等的国家 都在制裁中国 不过当然中国也不服气 也反报复 这个反制裁了加拿大 我们看到中国驻里约热内卢的总领事 大家真的没有听错 这是中国驻在巴西那边的外交官 居然直接呛加拿大的总理 说你最大的成就 就是摧毁了中家之间的友谊 认为说是杜鲁道 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的走狗败家子 来现在这个中家的关系 要请佩芬姐帮我们分析了 怎么会一个巴西的外交官 中国驻巴西的外交官 来呛加拿大的总理 这怎么回事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有点一杆子打太远了 因为你住在巴西的总理 你知道巴西现在的疫情问题 非常的严重 而且疫情死亡的人数也是非常的高 所以加拿大当然跟那个又不太一样 可是你说这个中国 现在我发现他们就变成说 全面性的这样反扑 可是你住加拿大的领事 为什么不讲话 为什么是住巴西的 我觉得这个有点古怪 而且他如果真的在巴西骂了以后 你也不能把他赶出去 如果是他住加拿大的总理事的话 加拿大就可以把他赶出进去 然后或者把他招来训话一顿 可是你是住巴西的 他也管不着你 然后你骂了就白骂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可能是这个样子的关系 因为中国跟加拿大的关系 其实是蛮密切的 尤其是贸易 但是加拿大最近就是因为那个孟晚舟的 那个事情所以关系不好 而且还有两个人 两个加拿大人在中国大陆被受审 所以如果是巴西的人骂 住巴西的这个领事骂的话 我觉得他真的把他无可赖何 如果说是真的是住加拿大的总领事 他当然就可以一的把他驱逐出境 要不然就把他找到外交部来给他训斥一顿 可是他住巴西的话 你不能把他怎么办 而且巴西总统还记录川普总统时代 那个巴西总统是跟美和完全是通气的 美国说什么他就是什么 但是因为他现在那个疫情非常的严重 所以很多他的州 事实上也买中国疫苗在打 所以我觉得可能也是这样的关系 所以他看起来就财大气粗起来 就开始去骂这个加拿大 搞不好是这个替别的人来打加拿大而已 我觉得是隔空打虎了 这个纯心就是你不能把我怎样 我骂了你白骂 而且骂的那种话 真的很难听 我常常讲说 中国人五千年来 你看他批评前朝 或者那个过去的人的那种缺点的时候 那个骂起来都很难听 中国人很会骂人的 像骂人家什么走狗败家子之类的 这跟败家子有什么关系 你说走狗也就罢 败家子是另外一回事 我觉得他故意 我觉得是故意的 然后你把我不能怎样 我就骂你白骂 那你说作为一个总理 我跟你回骂 我不是有点降低身价 对不对 你只不过是住巴西的总理事 我作为一个总理 我回骂你不是很奇怪吗 就是说大炮打小鸟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他现在变成 既然你全面围攻我 我就全面放火去烧你 我觉得那个 但是一个问题还是回到原来 我说中国你不管今天说 你有跟当年不一样 但是你今天还是没有条件 跟全世界宣战 你今天还没有那个条件 不管是经济的也好 军事也好 或者科技也好 其实他差美国真的差一大截 你如果要跟全世界为敌的话 今天美国为首号召了所有的盟邦 一起来围堵你的话 我觉得中国其实面临的压力 可能会比他想象中更大 因为没错 你今天井底之蛙 我中国今天不得了 可是距离那个美国的水准 还是有一大截 不管的话 我们就讲军事好了 20年的差距应该有吧 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 你知道中国现在变成放狗咬人 满街去咬 然后我觉得这种东西 只会让大家把印象 越来越坏而已 来 今天现在这个 中国驻李约热内鲁的总领事 这样对加拿大来呛瞎 民用怎么看 这是不是真的 刚才佩芬姐所形容的 放狗咬人 中国现在的战狼外交 完全是一览无遗 这口不择言 走狗败家子 来骂人家的总理 因为我觉得中国 现在崩溃的状况 当然他所有的表演动作 都是为了给自己的国家 跟总理看的 为了给习近平主席看的 比谁骂得凶 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从上一次在那个 二加拉斯维加斯的 那个论坛里面 你大概可以知道说 好像越凶的越有声量 中国不吃这一套 你看都做成T恤了 而且还大卖 所以最近的小粉红 都一直在出征当中 我要告诉各位 为什么他会骂他败家子 很简单 因为杜鲁道的父亲 皮耶杜鲁道 在1973年 担任加拿大总理的时候 是第一个跑到中国去 去访问的人 所以跟中国的关系 非常的密切 所以在中国的观念里面 你应该跟我这么好的啊 你会记得我们去 那次在蒙特罗奥运 台湾中华民国 是去那边又有挂回的 人家没跟你生意 你去那边又有挂回的 因为代表国家是中国 所以那一次我们是干脆就不参加了 可是回顾过来到今天为止 历史的演变就像洪水一样 所以你看这个李约 李约热内乳的总领事 竟然可以炮打到加拿大去 你从南美洲打到北美洲去 这个很简单一个道理嘛 我骂得越大声啊 这个习近平主席越看得到 会升官升得越快 可是你要想 今天走到今天为止 就是中国采用所谓的战狼式外交 才会造成所有的国家对他对立不是吗 你看为什么照理说杜鲁道 现在的总理应该跟他们关系要非常密切啊 是 因为很多中国人跑到加拿大去做所谓的移民投资啊 去做很多的房地产买卖啊 照理说就像澳洲一样 很多中国人都介入啊 照理说应该要很信任他们 可是美国老大哥一个动作出来啊 跟中国的预期完全不一样 因为习近平原本以为川普 好不容易弄到没有连任了 拜登上任之后应该对我们非常友善啊 结果没想到拜登的动作是比川普还直接的 那这一点就惹毛了中国 所以中国你看他忽然间就大棒绝齿 忽然间整个兴起 战狼是外交 根本在不只是外交部发言人哦 他现在是你不管是大使总领事 所做出来政治动作 都是演给人家看的 那为什么要演给人家看 其实很简单 因为为了强化习近平的位置的稳定性 因为一旦中国内部不稳的时候 就会往外面去移动 包括他的经济 包括他的内部政治环境 因为我们知道明年有可能习近平又再上任 大家赶快先表态啊 说不一定混个什么政协委员做都好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的动作非常奇怪 那我们讲到H&M的事实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瑞士良好棉花协会BCI 他一宣布不进所谓的新疆 这种血汗的这种棉花之后 你看中国的反应非常大 我只是在我脸IG HTag这个小粉红崩溃 他们真的崩溃了 让我的流量忽然间冲高 我真的很感谢他们 因为竟然骂啊 为什么 其他他都不骂 你只要tag他们 为什么 因为他们五毛中队一定要赶快出去 赶快出征 因为共青团要一直来抵制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中国人他们报复行动 让我都觉得很可笑 什么那一期的球鞋用烧的啦 那你看到艺人的表态 好像不支持说 他们抵制不行 那把这个盗版的变成正常化 各位你要去认真思考一件事情 为什么瑞士良好棉花协会 BCRO做这样的决定 是因为欧洲各个国家 包括美国在内 包括美国在内 他们对于新疆人权的注重 不亚于台湾问题 不亚于香港问题 因为那是密不透风的问题 很多包括我前几天看CNN那个访问 只是一个澳洲籍的博士 他的老婆回去 回去的时候就出不来了 第一批就被抓走 CNN巡线任何轨迹 去找到他的家属的时候 我也累都掉下来 因为他带着小孩回去探亲 出不来 那个小孩说 我只希望有一天 能跟爸爸妈妈在一起 妈妈在集中营 爸爸在澳洲回不去 不敢回去 这就是新疆现在的血汗的事实 是骨肉分离 对 我我有时候会看到 台湾的政治人物在发言的时候 很难过 包括所谓的红袖柱 你所讲出来的问题 我也 我都想说 你怎么会这么狠啊 你是在台湾享受所谓的民主 今天中国在全世界都在 起小小小小小 黑白痴的时候 你也在背 我当然是想不到 他说真相到底是什么 如果西方国家刻意传播错误讯息 没有实际着访了解 新疆人真的屠杀维吾尔族人吗 问号 中国反驳的话 没有人去听 伊斯兰为什么不提出抗议 我的老天爷 你是当过中国国民党主席的人 你又当过台湾国会的副院长的人 你今天会讲出一个不符合人权的话 我只用两个字叫人血 为什么我说人血呢 美国跟欧洲通过防止迫害维吾尔族的劳动法 所以很多要去调查 包括欧洲人权议会要去调查 中国是怎么制止的 很多美国的西方媒体要进入调查 中国想尽办法制止 而且我们看所有新疆的生育率 为什么今年去减半呢 很明显 他们在做所谓的屠杀动作 从任何的卫星 从任何的手机拍到的影片 外传出来 都是证明新疆新土耳其斯坦的人 正在这受中国的种族迫害 那作为一个国际性的企业 你是不是要跟国际上走会 你不能因为 有个说你看Nike Adidas 股价忽然间下跌 你看中国市场不消费之后多惨啊 没有人家企业还是坚持住啊 所以我一直认为说 台湾的跟世界民主同盟 应该站在一起 要抵制中国违反人权 这是一个核起残暴 因为刚才主席讲到 刘伊德主席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就是这一个新独裁的体制正在崛起 当他在崛起的时候 如果要像一次大战 二次大战的时候 我们去忽视他 那就引发后续的连锁反应 但是我们今天应该全面的 要去抵制这样的动作 那只是非暴力抗争的动作 都还没到血腥抗争了 所以我要告诉各位一件事情 从加拿大 从欧洲的反应 甚至从美国的反应 从澳洲印度的反应 没有印度好像变得比较保守一点 从他们的反应 我们大概可以了解一件事情 或许你们认为 这只是一个商业活动 然后跟中国市场怎么样的区别 甚至聖文来说 你要顾及一下艺人 顾及一下商业模式 没有啊 人家只要一个注重人权的民主国家 他都会做出这样的抵制动作 所以我也认为说 中国国民党包括红秀柱主席 应该去慎重的呼吁中国 为什么要去突破 突害所谓的新疆维吾尔族人 应该去呼吁说 要认真的去调查 当所有的证据显示的时候 你就不用像华春莹一样啦 你看华春莹一样啦 你看华春莹一开始也是战狼式外交 后来也出来狡辩说 没有我们百分之四十都已经机器化了 胡说八道 所以我要郑重的呼吁一下 国民党赶快回到一个 民主阵线的仕途里面 不然你们会在台湾越被示威 当加拿大过去跟中国很好的 他都愿意站在这样的同盟里面 这是一个价值 这是一个观念 我觉得这是一个民主社会 应该有的思维 没有错 我们看到加拿大总理杜鲁道 现在也是非常坚定的说 加拿大会继续跟国际社会 一同来捍卫人权 因为现在包括这个 中国是不是有针对新疆 有来迫害人权这件事情 很多报道都指正立立 可是问题是 中国现在咬定 说这些报道 或是西方各国 他们都在讲白菜 到底谁在说谎话 我们稍微回来 一起来看 穿上最潮运动服大秀千字笔长腿 今年一月 佩姐蔡依林 才为代言知名运动厂商拍影片 但新疆年风暴持续延烧 中国网友点名Jolene 再不切割 就滚出中国 相隔不到一天 原先不表态的蔡依林 27号晚上被眼尖的网友发现 演唱会海报上的品牌logo 悄悄被撤掉 立刻引来不少中国网友叫好 但不止蔡依林 这么漂亮这么正 就是要靠跑步回池啊 包括台湾艺人张军令 彭于晏 罗志祥 欧阳娜娜娜 到新生代的男神许光汉 陈立农都表态切割 还有歌王陈运迅 中国演员杨幂 迪丽热巴等人都挺祖国 这波新疆年抵制潮 让加拿大总理杜鲁道看不下去 推特发文 我们将和国际伙伴 持续捍卫世界各地的人权 面对中国报复性的制裁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更是严厉谴责 北京试图恐吓 让为人权 基本自由发声的人事 噤声 只是让国际对新疆种族灭绝 违反人道罪情势的监督 力道更大 而台北市长柯文哲 对最夯议题新疆年 也很有意见 反中你知道 在未来十五年 还是世界局势 就是 那中国自己要去想办法 去改善他的国际形象 不管做什么动作 台湾人就是不高兴 对中国大陆 甚至于说 对岸的一个任何的一个政策 初一初五都是不一样 那我只希望 他说未来的十五年 我希望他的态度 也可以针对未来的十五年 一概的照你所说的反中 而不要有些时候亲中 有时候反中 让人家琢磨不定 议员要柯批 说到做到 毕竟过去几年 他立场一下亲中 一会儿又提天然台论述 难怪这回公然谴责中国 让人听了目瞪口呆 我们看到现在中国就像猎屋式的一样 一直疯狂来逼艺人表态 包括我们台湾的天后 蔡依林也遭殃了 最后在这个演唱会的海报上 悄悄的把原本有列上 这个Puma品牌 最后Puma是这样悄悄被下架了 另外来看到的是国际品牌 现在是表态俱用新疆的血棉花 结果呢 包括了H&M啦 Nike啦 这些国际大牌 都被中国的小粉红出征了 不过今天我们看到 昆成议员今天身体例行 全身上下都是抵制 这些血棉花的品牌 来请教一下昆成议员 第一次穿比较轻松的衣服 比较休闲 对对对 那其实说我今天所穿的 比如说我的外套是H&M的 然后我的T恤跟牛仔裤 不是UNIQLO的 那我的球鞋是Puma的 那都是有声明的是 拒绝新疆棉的这些企业 那其实这些企业也不是说 今天才开始声明说 拒绝用新疆棉 那其实在去年 大概9月10月的时候 有这些企业大部分 像H&M或是其他这些企业 就开始就是说声明说 他们拒绝用新疆棉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不人道的 我们今天讲的是人道与否 不是来讲这个统独 就是说今天的这个 在新疆这些威武族人 然后被中国共产党 用极为不人道的方式来做统治 然后用极为不人道的方式 比如说生产棉花 然后这个把他们 关到这个集中营里面 然后甚至用一些绝育的方式 甚至用性侵的方式 那甚至用其他不人道的方式 在统治这些威武族人 那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拒绝 这些这个经由 这个不人道的 这个生产的方式 所生产出来的新疆棉 就像我们之前也会抵制说 比如说雪钻石 像一些非洲国家的雪钻石 我们也会抵制 那甚至说一些 我们之前有抵制过一些产品 因为它这些产品 这个它的来源 这个是不清楚的 这些有使用是有问题的 我们一样会抵制 所以我们会去抵制这些产品 就是说它背后 这个产品的这个成分 它的来源是怎么来的 如果它不是用人道的方式 所生产出来的 那我们是一个人道的一个国家 民主的一个国家 爱好自由的国家 我们就不应该采用这些成分 这些产品做出来的产品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民主国家 一个应有的一个基本的尝试 所以今天像英国 美国 加拿大 欧盟 许多国家 这些大企业 他们当然知道说 如果抵制了新疆棉 然后会受到中国的反抵制 他们也会受伤 甚至在企业上 在股价上面也会受到损害 但是他们认为说 这个是人权的问题 人道问题 这不可以打折扣 所以他们很坚强的 就挺下来了 那挺下来的结果 我发现说 奇怪 这个像中国这些网民 这些小粉猴 那嘴巴里面说到底字 那可是还是去买嘛 就是说前几天 好像有这个 Nike的球鞋 限量版的 那马上放去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就全部被中国这些人 就买走了 被秒杀耶 对啊 那所以你说 我们刚才看这个 这个影片也有看到 就中国的选手 他上面把有 应该是Nike 或是其他的 运动厂牌 是具用新疆棉的 他们是用这个什么 胶料把它贴起来 我就想说 怎么这么可怜 那如果你们真的拒绝 用这些厂牌的话 难道你们不能用 中国自己所生产的 球鞋 T恤 衣服吗 为什么 就是说 你们拿了人家的赞助 那可是又 陷于这个 你们这些小粉红 这些网民的压力 所以在出事的时候 用胶带把它贴起来 然后这个鞋子 logo这么大 也把它贴起来 我觉得这是很可耻的一件事情 那所以说 就台湾来讲的话 其实我觉得说 台湾的艺人也不用急于这么快 就表态 就表态说 这个支持中国的说法 台湾的一个政治环境 非常自由民主的 我们不会去要求你要去表态说 你是支持或者反对 其实不会 可是你不用这么急着说 你就是表态去支持说 中国的说法 因为你很怕 中国那块市场好像不见了 那其实如果按照你这样讲法的话 那其实像 H&M 像Uniculo 或像Puma 这个这些大的厂牌 他们会损失会更多了 可是他们今天还是做出了选择嘛 所以说 今天也不是像国民党有些人讲的 就是说 这个不要给艺人压力 台湾绝对不会给艺人压力 但是艺人 是给他们 谁给他们压力 是中国给他们压力 中国就说 如果你们今天 不做切割的话 那我们这个 这个以后要抵制你 那所以 这些艺人 他们自己做出了选择 而不是说 我们别无选择 这个中国叫我们怎么做 我们就怎么做 其实你们的别无选择 也是做出了选择 你们就是选择跟这个支持 用新疆民的 这个国家 这个党 是站在一起的嘛 你们不是说 我们别无选择 我们没有压力 蔡依林好了 蔡依林是一个 在台湾非常受到 青少年支持 受欢迎的这个歌手 那其实 她的歌手 她的表演也都很棒 那为什么她急着 要把铺马 站住这个东西移除 我觉得也匪夷是 因为你今天 你的表演是在 台北的小巨蛋 你今天不是说 在北京表演 你今天是在 台湾这块土地上 这个在做你的表演 台湾是一个 自由的土地啊 那你就急着说 你要把这个铺马 站住你的厂商 从你的海报上面移除 我觉得就蔡依林的高度来讲的话 其实不应该做这件事情 因为蔡依林老实讲 你没有中国这块市场的话 你会活不下去吗 我觉得你不会活不下去 可是蔡依林今天做了选择 虽然我今天这样讲 很多蔡依林的歌迷 可能会不是 会不高兴 但是之前还记得吧 这个也是在去年 蔡依林也是 这个一大堆的歌手 在赞扬中国的防疫 做了多好 蔡依林也现场啊 那时候大家也讲说 你蔡依林 这个防疫大家在防疫 那这个武汉飞从中国过来了 结果你在这个 这个宋阳 中国的防疫做了多好 其实那时候大家 对于蔡依林的这个选择 大家就已经有了疑问了 那你今天再做出 这样的选择出来 我觉得大家会对你的 这个我们不是说 这个正式判断 因为有些是统独 你做出了选择 那我觉得那是 个人的这个选择 但是有一些是 属于人权的 属于人道这方面的 这个是全世界 全世界应该就有一致的标准了 所以当中国今天讲说 你们来我们新疆看 这个绝对没有什么不人道 大部分都是用机械 采收的 好可以啊 我们就让这个联合国 让这个其他的 这些人权的组织 到新疆来看 那是不是 真的是向外界所质疑的 就是说你们用 非常不人道的方式 用这个集中营的方式 把维吾族人 把他们关在一起 然后强迫他们接受 汉语的教育 甚至强迫他们废弃 抛弃他们的宗教信仰 甚至强迫回族人 吃猪肉等等这些事情 是不是能够接受外国的 这个人权的组织 人道组织来做个调查 那如果你们连这一点 都不愿意的话 那关起门来讲说 这个东西 是什么欧美的一个意识形态 我觉得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讲 都没办法去接受的 所以说今天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一个人道的选择 那我们今天也 这个身体例行 我们用我们的这一个 一点小小的心意 就是表示说我们拒绝 这个使用新疆棉的 那其实像刚明永讲的 很多小粉红会出来战 其实你只要跟他提到说 六四天安门事件 他们大概就 就赶快说回去 就会消失了 这很可悲 这些小粉红 跟这些所谓的中国的外交官 是一样的 今天讲得很大声 然后这个 好像就是急于在表态 给这个习近平看 那这个是很可悲的 就是说你今天用 这个好像中国人扬眉吐气了 当着美国人面前 骂这个外交官 那甚至这一个 自己的发言人讲说 这中国人不吃这一套 等等之类的 这个你只能做当年选 那你只会激起更多的 这个英国 美国 加拿大 欧盟的国家 跟我们台湾 是后来会站在一起的 没有错 现在抵制这个新疆棉 抵制血棉花的这个风潮 真的是在全球越演越烈 不过中国 现在还是非常坚持 我们看到华春莹她怎么说 她说新疆没有强迫劳动问题 这全部都是西方国家的谎言跟抹黑 而且甚至中国官媒 现在直接用恐吓的 说如果你们继续讲 最终受害的会是维吾尔的棉农 他们认为说新疆已经70%的棉花 都已经进行了机械化的采摘 好 中国这一番的言论 到底谁会相信 国民党有相信吗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 一起来看 回到节目现场 有关于新疆人权争议 也要来请教一德主席 我们看到国民党的态度 真的是让人家觉得匪夷所思 到现在为止 曾经担任过国民党主席的洪秀柱 他告诉大家说 新疆真的有屠杀维吾尔族吗 后面打上一个大问号 而另外国民党党主席张启成也是说 中共要把资讯摊开 平息争议 所以他们认为说 现在资讯还不清楚 所以大家现在不要急着定调 这样的意思吗 我在看国民党这些人只有朱立伦讲的话 比较像人话 不能怕得罪北京 其实他 我跟你说 现在共匪是全世界世界的公敌 国际的妖怪 现在世界的主要国家都是这样看的 你说只有一个杜鲁道会讲那些话吗 不会 任何比较有理智的 看清楚事实的 都会觉得中国问题太大了 他们是说新疆这件事 新疆现在的东西 我们大家回想一下 那个二次大战以前 希特勒怎么对付犹太人 你如果去看过那个希特勒的名单 你大概会很清楚 那个过程 第一个步骤 限制犹太人的 用法律限制他们的行动 跟经营的行业 这个中国早就做了 对那个维吾尔族都做过了 第二个阶段 开始集中 集中上课管理 第三个阶段就屠杀 维吾尔在新疆大概有1500万 其实已经被那个共匪 用那个汉人给他稀释的很厉害 现在都不到百分之五十了 他是有计划的 把稀释掉那个维吾尔族 我 那个现在日本的那个维吾尔协会的会长 叫伊利哈木 跟我非常要好 他经常来台湾 他每次讲到他的家乡 新疆就 一个大男人 那个1970年生的 每次讲到他的家乡 就哭得 痛哭 就痛哭 然后他们是怎么整 那个维吾尔族 你就听到你真的会 会恨死这些死共匪你知道吗 怎么处理 把那个新疆的少女 十七八岁 一批一批送到那个广州来 让他们自己去生活 不好意思 大家有的就沦落封城 然后就让 等于要让他绝肿 让他自生自命 对 然后让那个新疆的 他家长就跑到那个 就赶到那个集中营去上课 美其名说要去上课 上课是在干嘛 上哪些课 第一个消灭他的宗教意识 那些都新回高啊 就变他吃豬肉 然后跟他讲那个 那个他们教的那都是 宗教都是假的 然后党国教育 那个党是共产党 就赶索脑就是要听共产党的 最后就是拆散家庭 几乎这个不是少数人耶 整个一千五百万 一千五百万听起来好像不多 他是散布在整个新疆 很广大的区域 遭受到这种待遇 这个不是灭种 什么叫灭种 我觉得国民党这些 如果他不是没有看到这些东西 就是非常没有良心 如果他刚刚领事那些 他怎么有资格骂杜鲁道 杜鲁道那个国家 加拿大是世界土地面积 第二大的国家耶 他是人比较少而已 人比较少也比台湾多了 我跟你讲到底谁比较像狗 我觉得他们那个领事比较像狗吧 什么走狗 这些我觉得国民党不要那么下贱 不要那么自我作贱 把自己贬成那个中国的传声筒 实在没有这个必要 你对就对不对就不对嘛 你共匪在新疆这样打压为物的人 你竟然无动于衷还在帮他讲话 你像那个那些歌星 我坦白讲 我本来不会那么瞧不起这些人 我们台湾怎么导致想要应该这样 训练一个习惯 你不要说这些人很漂亮的 男人很漂亮的 男人很厉害的 很会唱歌 很会演 你就变成那个粉丝 不要这样 那些人看起来像人 其实脑袋里面装的是猪脑 我坦白讲很不客气的讲 对不对 人家就要来宣布台湾 要来打台湾 要再带中国 干脆全部都撤出来 没有错啦 中国十四亿人 那本来就是一个很大的文化市场 你任何人去里面演一个东西 他让你唱歌 但请问那个有意义吗 那是一个剥夺人权 不要忘记希特勒 开始对内剥夺人权之后 没多久就对外发动战争了 现在美国就是最怕的事情 就是你如果没对他来内地处理 他外面就要处理别人了 所以大家要团结在一起 站在反对共匪 甚至连中国内部的 反对共产党的力量 我们都要团结起来 现在新疆棉的风暴 变成是一种世界的风潮 不过我要请教一下范元委员 我们看到最大在野党 国民党讲了什么话 他说两岸执政者 应该协助保障台人台商的权益 这到底跟新疆棉花 有什么样的关系啊 我想那个江启成主席 真的很让人失望 因为他作为一个 就是等于是做 比较政治研究国际的 居然他讲的话是 中共应将资讯摊开平息争议 然后国民党的脸书 发的是两岸执政者应协助 两岸执政者 你是站在两岸中间吗 就是说这非常的可笑 你明明是台湾的一个政党 而且江主席 你看跟我们蔡英文的 也是民党主席 说停止人权压迫 才能化解质疑 这个是非黑白很清楚嘛 中国人权压迫这个事情 是美国政府也认证 是全世界认证的 各位谁有能力影响 Nike 爱迪达 Puma 瑞典的HMM 这些国际大厂 大厂牌 就大品牌 他们过去 其实都是喜欢 Made in China 为什么 因为成本低嘛 所以你让这些人在 政治上 采取一个人权的立场 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 他是国际的 就是说 NGO 就是说非常多的人权组织 游说很久 到美国政府 发布 就是说 这个新疆的议题 那美国的政府发布是用一个字 叫做 Genocide Genocide 你翻成中文就是 种族大屠杀 他讲的是说 是像希特勒 当时对犹太人 这种种族大屠杀 所以刚刚我们 那个刘易德主席所讲的 就是种族大屠杀 他是对少数民族 这是多么的 惨绝人寰的一个人道的议题 所以我觉得今天到这些 国际知名大品牌都愿意站出来 而且不怕商业利益的时候 那我觉得就是说 我们国民党的江主席 还假装自己是合适了 他的立场听起来很像是 北京习近平的好朋友说 你是不是应该把资讯摊开 平息争议 是不是没有这件事 就没有争议了 这非常真的是让人很失望 我是对洪秀柱没有期望 他看起来就是说 只要那个华春莹讲什么 他就相信什么 可能也没有在注意国际媒体 那我觉得江主席就是说 当了这个党主席 他现在讲的好像是 他是习近平的好朋友 那我觉得中国真的是 习近平为了自己的政治的任期 不惜把这个中国 当成是一个风险 你今天你立刻让这个 而且华盛顿的一个媒体说 这个中国的这些小粉红 跟他的社交媒体 这个就是说民族主义的风潮 是国家领导的 这基本上你要人民去就是说 就是拒绝就是说 Nike 然后拒绝 不管是不是就是说 谁要哪些明星的话 因为明星就是为了他的市场 就像刚刚刘主席讲的 就是说他就是要赚钱 然后不想要雇这些人 就是说人权的议题 那你今天这个风潮 其实是烧到中国自己 你未来所有的企业 要在中国做生意 要开什么部分的话 其实这中国风险很高 我想这部分就是说 以后是我们所有的台商 其实你自己要面对这个中国风险 那我们最近也听到很多朋友 在中国有资产的 他其实讲说他们在中国的钱 拿不出来了 还要靠刷卡的方式 买一辆轿车 因为你的钱就是没办法运出来 你今天赚最大的钱 其实你的脖子是被掐住的 所以未来这个中国风险 反而会让中国丧失很多商业机会 所以你看到中国其实现在也开始软了 他现在回头要绕说 这个是不是你们这样子 杯葛是不是伤到维吾尔的棉农 我觉得他这个其实 调子已经在放软了 反而我们现在回来看到就是说 国民党党主席 如果你还要站在海峡两边的中间 还要当那个习近平的好朋友 那哪天那个新营垮台的时候 看你这个时候到时候怎么收回来 所以我觉得台湾人 其实在这个新疆棉的过程中 也看得越来越清楚了 国民党你到底是不是还要台湾的选票 那我想大家会有一个公道的 有关于新疆棉的风暴 洪秀柱他讲出了这番话之后 现在已经被封为是台版的华春莹了 我们稍微来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就要来看到的是 卡在苏伊士运河的长荣货轮 常刺号在稍早脱困计划 有了重大的进展 我们稍微回来 一起来关注 回到节目现场 赶快来关心啦 现在全世界都在担这架村啦 这一艘就是长荣货轮 长四轮 我们看到它搁浅已经将近一个礼拜了 后面排了400多艘船只喔 现在整个航道是大塞船 不过现在最新的消息是说 长四号它已经逐渐在摆正了 那苏伊士运河开通终于有希望了啦 我们赶快来请教这个明佑哥啦 现在最新的脱困计划 到底进展到什么状况 因为我看路透测最新的消息 大概是有望在今天船只就可以通过了 那可是你说这支船 有没有办法离开 目前还没有办法离开 但它是船身摆正 对它只是摆正而已 因为它这个船头上面有两个隔舱 里面已经积水跟淤沙了 所以它等于是当时在救援时候 有发现它好像撞到旁边的石头 那这个故事是这样 大概就是二十三日 那个有一个九级的暴风沙 所以它的整个视线完全都看不清楚 然后不小心偏移嘛 那有人说是风太大了 那你要想二十几万吨 然后四百公尺长 它卡在书运寺运河 那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事情 所以你可以大概可以了解 全球呢 全球造成的损失呢 大概是要一兆六千多 你还想二十三日到今天 已经一兆多了 天啊 甚至叙利亚呢 叙利亚因为我们在2011年时候 因为它内脏的关系 所以国际社会对它的原料 做所有的制裁 那就更糟糕了 它现在因为很多原有 是放在船上面 没办法及时补脊 它变在 它现在像我们的缺水一样 用配脊的方式了 是 所以大概可以知道说 这个严重性是非常高 那很多观众朋友会想说 就是我们藏融的准 就是那些人败 藏融的败一天 它每一小时整是四億美金 每一小时整是四億 四億美金 那滴滴滴滴這樣加下去 那要败到四億 我跟你说 大家不要误会一件事情 因为当时呢 一发生事情的时候 日本的阵容弃船 马上就在它的官方里面 有道歉 那当然有日本网友不应该 可能不了解海事法 所以就会开始攻击说 你看你台湾人多险恶 你现在把责任推到日本来 不是 因为现在我们这一艘船呢 是属于日本的 我们是把负败送败 输基全党也贏的 所以我们是把负败送败 注意啦 注意啦 注意我们的败物有问题 我们才有败 不然就是依照海事法 就是他们的败 但是你说的败到这种天价吗 不行啦 因为还有败公司要败 所以现在最经典的大概 大英互保联盟 要开始去科论说 到底这要叫败了 因为这个全球一兆多的损失 那是吓死人 你整个藏楼卖掉 没办法赔啊 所以这跟藏楼可能赔偿上 比较没有直接关系 但是就会去讨论说 因为我们一般的海事法 跟我们一般的在开车 你这个法律上的问题 是没什么样的 没错 因为海上的风险 本来就会比较高 所以在赔偿上面 我想可能要在这个大英互保联盟 去讨论过后 才会有定夺啦 但是好消息就是说 今天有可能可以通行 因为他现在说 慢慢地转回正百分之八十了 因为本来叫荷蘭团队 十几个人去那边 哇 我最近看到一个照片 是最恐怖的是什么 一个小台卡拉雞 整天在那里 你只要一台小台卡拉雞 这么大隻四百公囚 你要搖到当时了 然后后来有请了专业的荷蘭 的团队去进驻 前天看 好像还没进展 好像还要有人预估 要再一个礼拜 还好今天的好消息是这样 因为包括当地的国家 他们都会开极 他们就会认为说 我们都靠这条荷里成功 是啊 他每一年收货运的费用 就怕死人了 所以呢 你可以想象一件事情 当一艘船都有可能让美国的舰队 没办法通行耶 因为美国的五角大县出来讲话啦 他说这会影响到这个美国舰队的航道的问题 所以影响到区域安全的问题 各位还好是好消息传出来 但是也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在这个疫情时代 任何的一艘的货运货轮 都可能影响到整个原有的发展 贸易的发展 经济的发展 所以更重要一件事情 是告诉我们 就是说我们要送的货 有可能因为这样会delay 所以大家也不用去争夺啦 大家不用去争夺 说到底相爱背 因为他们会自己做裁决 而且最大的责任还不是在台湾 所以也不要日本网友 我要呼吁一下不要崩溃 我们还是好朋友 台湾人没那么险恶 你台湾的凤梨还是可以继续买好吗 来 这个部分也要请教佩芬姐 这真的天价赔偿金之后 当然还需要进一步的来调查 不过这件事情真的很大条 这件事情还牵扯到 连美国总统拜登都出来说 会来帮忙 你知道吗 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 因为他这艘货轮 他们有大概是2万个货柜 是 然后因为他在这边耽搁了一个礼拜 所以欧洲很多地方的缺货 原物料缺货 汽车零件 还有一些原料全部缺货 都被他堵住了 对 全部都在这个船上 事实上全世界大概有16条这种水道 大部分都在英国跟美国的控制下 所以会惊动拜登总统 你像巴拉玛运河 其实后台老板就是美国 所以埃及总统说要卸货 把货柜卸掉 那真的是非常外行的话 2万个货柜 你光要卸那些东西 包括科学的安排 要卸2个礼拜都搞不定 所以问题拜登说 如果是真的严重 他要派美国海军去救 因为你真的影响全世界 不要说一天到底损失多少 到底谁要赔钱 那个是另外一回事 现在全世界的经济的影响 你好不容易确诊 疫情过后大家正在等 这一艘船事实上是 从中国广东开到欧洲 所以它上面有太多欧洲需要的东西 那后面400艘船等在那边 它不可能去绕道 因为这种东西全世界 而且你在每一个海道航运 它的情况也不一样 你要绕一下 为什么要走苏伊士 就是从这边到那边比较快 所以我觉得 但是这一件事情可以看出来 全世界事实上是一个地球村 你没有任何人可以自己独立存活 在这个世界上 你今天中国再了不起 这个货从你中国运的 你能救它吗 你也救不了它 而且现在那个货柜轮 货柜真的是缺货到极点 你好不容易这么一大烧 你看那个船有多大烧 那个两万个货柜在上面 你都影响多少个货柜 多少个国家的那种经济发展 所以我觉得真的世界是地球村 没有任何国家可以独立存活 在这个世界上 中国也不要真的望之飞大 如果碰到这个你也救不了 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 安分一点遵照世界 或者国际的秩序 国际的规矩 一步一步的做 可能会比较有意义 这真的是千一法而动全身 不过昆程议员 其实前几天 也有外媒出来爆料 说很有可能这一艘船 在搁浅之前是大超速 如果像彭博讲的是真的的话 哇那船公司真的赔死了 对现在这个如何搁浅的这个原因 可能要去调查 因为他是说有可能说是超速 那有可能说这个是非常久急的风暴过来 然后整个船身都偏了 因为船身要很长 它有400公尺 但是苏黎市运河的这个宽度 最长也没有超过300公尺 所以它这个船身一斜 一倾斜就整个都卡住了 整个卡死了 然后现在卡住一周 据说这个全球损失上看3000亿 你就可以知道说 这一个大牌长龙的这个后果 其实是非常的严重 很严重 因为现在这个原油的这个 期货价格都上涨 那这两个礼拜我们去加油 发现说油价有上涨 不晓得跟这个油 没有一点点关系 那也表示说这个长四号 上面的将近2万个货柜 上面都是非常重要的原物料 那所以说如果真的卡在这边 超过一个礼拜 那真的是影响到全球经济 刚才讲的是损失 然后还有这个外商有指出来说 这个都卡住一周大概会 这个损失大概0.2百分 0.2左右的这个百分比的 这个全球经济成长 所以这非常重要 所以难怪连美国总统拜登 都说我们要来协助 如何让这个长四号已经脱困了 那还好今天看 这个陈胜已经摆正 整个已经浮起来了 那这个至少他不会说 这个横摆在那边 那有机会在最短的时间 希望他能够这个 一个顺利的往前行 不然他在后面 有三百分之一